立马斗丰盛档案 颂抵圣座 原教区主教望宣服有助对话 大家好 欢迎收看 袁雨光电视教会透视节目 我是邓苏宏 教厅册封圣人部1月10日 收到为意大利及立马斗神父 列品征服申请的档案资料 虽然他在16世纪 在中国传教的努力 受到教会人士阻挠 但却是教宗方济各欣赏的 耶稣会士之一 去年2月荣休的马切拉达教区 及立马斗出世地的 朱利奥多利主教 在1月10日 一个公开场合宣布 册封圣人部已收到申请 立马斗神父列品征服的文件 主教希望因着教宗方济各的支持 能促进向中国的福传以对话 立马斗曾多次受首位耶稣会士教宗方济各推挤为福传的模范 教宗去年11月向修会总会长致辞时说 我们必须经常请求宽序 并以羞愧目光来看待因缺乏勇气而招致的使徒工作上的失败 想想看 例如立马斗开创性的直觉在当时就不被接受 立神父1582年远赴中国传教 直至1610年在北京四世 他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 并因博学多才赢得广泛的生意 1984年 教廷承认立马斗为天主之仆后 列品案随即开始 但进展缓慢 到2010年在庆祝立神父逝世400周年时 朱廖多立主教重新开展有关程序 在南京总教区陆新平主教的倡导 及教区唐区神父的支持下 中国江苏南京教区 于2014年1月14日至17日 在清阳天主教堂举办了第一届 第一期传道员培训班 主题是不是你卷选了我 而是我拣选了你们 共有140多人参加 教区郭满东神父 杨军神父为传道员授课 内容分别是天主教教理 认识圣经 和从圣伯多路和圣宝路的福传 谈当今福传 还特别邀请了蛇山修宴的高超棚神父 为传道员授课 在美国留学7年 获得博士学位的高神父无比喜乐 风气地分享自己在母符中 就被简显的圣召故事 着重坦述天主教的婚姻家庭观 及父母对子女圣召培育的至关重要性 最后半天为伏传实践 传道员满怀热忱 开放自我 兵分各路分送传单 尤其是到病房到老人院去 以爱的言行光荣天主 先扬福音 2月2日是为奉献生活祈祷日 多伦多总教区特别感谢 来自百多个修会团体的 1050多位男女会式的服务 在这个奉献生活祈祷日中 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 感谢天父赐给我们这些修理 修士和神父 祈求天父护佑他们满权神平 贞洁及服从的福音生活劝意 为此 多伦多总教区定于 2月2日主日下午30镇 在位于多伦多市中心83号 Power Street的圣宝路大殿 进行特别弥撒 为这些在教区内努力奉献的 神职人员祈祷 欢迎各位参与庆祝 教会透视报道完毕 再会